挑战只用黑市第一页的装备打七婆 这就太考验人品了吧 不敢要求太多 有把像样的枪就行了 拜托啊 嘿 貌似还不错 400枪可以选 甚至还有6G包 不过真正看待上眼的只有Acee和762了 先把6G包拿下 这个必拿 这两把的话 讲道理 762才是最有性价比的 但我很担心啊 怕他战备值不够 还是Acee算了 我是差那点存款的人吗 一个6G包 一把Acee 你看幸好选他了 这才勉强过30万 那么好 开始吧 就这样 正常我应该先找Boss拿装备 但还有另一个办法 哎 计划被打乱了 看来老六当不成了 好吧 明智告诉你 就是在这等着呢 总有投铁的 总有不信邪的 凉透了吧 真可惜 现在缺的不是墙 我想要假呀 带辐射板的那种 主动出击了 虽然没有辐射板吧 感觉问题不大 希望能搞定他 换个好点的架 接下来可能好打很多 有着辐射出测是很麻烦 但事实证明是可以的 赶紧拿下 爆红了 快点吧 四头四甲 原来是张黑卡 真是明显6级更好 既然如此 我只能自己去买辐射板了 放心吧 一定会好起来的 嗨 好不容易有防具了 就差买个板子进辐射区发家致富了 半路杀出个成咬金 现在属于什么情况 看见了 拿下 这次有没有可能掉个甲 我觉得希望很大 想多了 不过还有希望 四甲肯定有吧 这个要求不高啊 nice 也行 等于这个boss和我打的一样 一瞬间又回到上把那种情况了 就差个板子了 这下没人可以阻止了吧 甚至还能买个信号枪 已经是要起飞的节奏了 走着瞧吧 直接进辐射区 不过这边有个盒子 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呢 模型起见 让我观察观察 等等 久不 这么草率吗 刚买的辐射板就贡献出去了 所谓好事多魔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大概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 有再一再二 不可能有再三再四了 计划依然不变 糟了 失脚步 计划有变 没办法 那边进不去 我只能来这边了 而且更保险 这种地方保证成功 你看 来了吧 没有四号戒备 选择溜在这里的人确实很少 这就叫出奇不易 拜托掉个四甲 来了 有配件 成功了 终于转运了呀 不容易 这把我要逆风翻盘了 但里面有人呀 不太好近 这是干啥呢 不行 稳点 我可不能浪 一点浪的资本都没有 现在的榴弹范围是真小 走了 他丢火了 暂时避开一下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 怎么可能 这招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学吧 学无止境 拿来吧你 人都杀了吧 万万没想到吧 别告诉我又一块辐射吧 这怎么说呢 根本停不下来 这把才真的想穷都难 再去打boss吧 等等 有情况 怎么下来人了 不对呀这 怎么和想象中不一样 那就多谢了 你的背包 我就不客气了 手呢 呀 这都什么选手啊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么难呢 还把六包送他了 不服 再来 我就不信了 怎么可能呢 连辐射区都进不去啊 不可能 掉甲 一击甲也行 看来时机未到 现在到了吧